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草莓族抗压心低 到社群媒体的依赖严重程度的族群 这些标签其实不断地在剥夺 我们跟不同世代间的信任感 其实我一直很想突破它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如何突破这件事情的 我们后来归纳出来 我们在跟人合作之前 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创造信任呢 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我会分对内跟对外 我要如何去获得更多年轻人 或是获得更多长辈的信任 对内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在过去这些社团活动 或是工作经验中所累积的 我在跟同事相处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要跟企业提案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抱持着一颗 我必须要改变社会的决心 或是我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够创新 但是当提案来的时候 传统上 如果是传统的职场 是不是当我们交一个提案 给主管的时候 主管就会讲说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回去重来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这就是造成 世代间大家彼此不信任 跟彼此不合作的原因 我们来讨论提案的时候 我拿到的第一件事情 是会看 看完之后 第一件事情 我不会否定 第一件事情 我会先鼓励 因为我觉得 这些提案 都是他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或是花了好几个月的调查 所做出来的提案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他们努力出来的 但是呢 我们不是为了活动更好 都是为了这个专案 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我就会提出 几个我的想法 那提出想法之后呢 我就会说 那这些是我的想法 回去之后 我们可以再想想 大家可以再想想 是不是 下次开会的时候 大家再提出三个方案 那这个三个方案 提出来之后 我们在一起 共同来决定 那决定了之后 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要共同承担的 不是你的责任 也不是我的责任 是我们一起的责任 所以说 我就发现 这件事情好像有效 所以我就发现 我的员工们 或是我的同事们 我的伙伴们 他们很喜欢 这样子的相处方式 我会提出来 我觉得 有什么样的优点 是这个提案当中 很好的 也会提出来 有什么样的 可能缺点 是我过去犯个错误 希望接下来 在这个提案中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是我跟同事的 对内的相处之道 那对外呢 因为我知道 很多的长辈 其实非常想要 分享人生的经验 大家是为了 后辈好 去到现场 跟长辈提案的时候 我的方式都会是 我有一个新的提案 这个提案 是我们年轻的团队 花了很多时间 调查出来的资料 花了很多时间 讨论出来的 一个解决方案 可是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是我们不了解的 所以我希望 在座的这些长辈们 能够给我更好的建议 能够给我更好的回馈 我们一起把这个提案 一起把这个提案 弄得更好 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才能够彼此 做下来好好的谈 教育这件事情 家长们都很希望 小孩子能够发展得很好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 期望会放在 小孩子的身上 而且因为 很多家长都会想说 他的那一代是苦过来的 所以当这代 可以给更多小孩 更多资源的时候 都希望小孩 好好的善用 因为可能 长辈那一代 他们可能就只有 这几条路可以走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有更多的选择 他们反而不知道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 我都会鼓励很多的人 就是可能比我年轻的年轻人 我就跟他讲说 大学的时间 是比较浪费的 除了课业之外 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 因为去尝试了之后 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而自己不喜欢什么 都去试试看看 去试着发现 这真的是 我受不了的事情 就不要做了 所以慢慢慢慢 用删去法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代的年轻人 他们有更多的创意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想法 只是要把它 好好的展现出来 可能还是需要 轻盈共创 就是我觉得 就大家一起做下来 好好的 因为过去的人 会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一起轻盈共创之后 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是可行的 我们跟长辈 沟通的方式 是必须要 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沟通 用这样子的方式 才能取得更多的连结 才能取得更多的信任 我们现在很多的沟通 可能没有 更多的同理心 我们只想讲 我们自己说的话 但是我们会忘了 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当很多时候 我去做提案 或是跟前辈们 讨论事情的时候 我会先知道 到底前辈们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当我们讨论提案的时候 我提出个解决方案 还有这样的需求 当然就是一拍即合 这样子沟通 就会更顺利 所以我觉得是同理心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在刚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回归到态度这件事情 态度这件事情 就会感染别人 所以虽然我今天在这边分享 也可以感染大家 我觉得人生 就该用自己应有的态度 勇敢去闯 在闯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很好的伙伴 而且只要是 我们做的事情 是够正向 够正面的 就会有很多的人 来帮助你 完成你的梦想 梦想这件事情 对你现在来说 它有时候可能很遥不可及 有时候可能很不真实 可是如果有伙伴一起来支持 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 就可以完成 所以人生就该用自己 应有的态度 勇敢去闯 解头脑的壳 开领略之门 人文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